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我们来谈一下2022年11月到2023年的上半年 欧洲大崩坏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议题 为什么欧洲会大崩坏 我要一一的来跟大家做一个解读 深入的解读 第一个大家应该知道 你们如果有点我的影片 看那个五黄煞在哪里的话 跑到欧洲去 2023年的五黄煞开始跑到欧洲了 所以呢 我下了这样一个标题 住在欧洲的朋友 请你们特别要谨慎跟小心 我要一一的来告诉你们 欧洲大崩坏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经济风暴 经济完美风暴来袭 欧洲受战争气候能源多重因素的冲击 欧洲主要国家通膨率升破双位数 生活成本危机迫使人们走上街头 调查指出面对高物价 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欧洲六个主要市场 七成消费者改变购物方式 请说荷包准备应付可能持续好几年的经济寒冬 我觉得在明年 是金融大危机的开始 2023年是金融大危机的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已经有感受到 就是通膨压力逐渐的升温 然后每年储不断的加息 使得全球哀鸿遍野 很多国家都倒了 想想看这样下去的话 你觉得你的口袋的钱剩下多少呢 好 所以欧洲受到多重冲击 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当中 通膨的疲劳 欧洲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的地点 人们越来越担心欧元区走向衰退 彭博报导 欧洲消费者面临通膨的疲劳 人们采取1970年代和1980年代 最严峻时期以来 从未出现的行为 我觉得应该要反推100年以前 这次的通膨压力 要反推100年的经济大萧条 大概在1929年到1930年之间 我们应该要回到那个时候去看一下 那个时候的经济大萧条 真是非常悲惨的人类的生活 来 从未出现的行为 包括呢 省餐费 折扣 折扣杂货 连锁店消费 购买自由品牌 商品和减价产品 甚至过期的商品 当然大家知道过期的商品是吃的话 大家会有疑虑 吃坏肚子吗 还是会吃上癌症吗 大家都很害怕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在贫穷到没有钱的时候 甚至连面包过期都继续造吃 泥饼都在吃 面包过期收放 对不对 便宜 在超商里面买一大袋 一大袋 本来要300 到那个阶段呢 赶快促销掉 不要放到隔天 才50块钱 你说你不买吗 多少人抢购啊 对不对 来 以前呢 这些东西人家不吃的 对不对 过期商品不吃 过期罐头不吃 过期的牙膏不刷 对不对 都是这样子的 过期的洗脸乳也不用 现在全部拿来用 惨不惨 来 欧洲来到经济大寒冬 欧元区 好 欧洲统计呢 欧洲统计局公布呢 在能源价格狂涨41.9的带动下呢 欧元区10月消费 物价指数CPI呢 攀升10.7% 9月的9.9涨幅爬升再创新高 这攀升的快一个percent你看到没有 9.9到10.7快一个percent了 就0.8了 分析师警告呢 欧元区衰退已成定局 牛津经纪公司呢 在分析室 分析室表示呢 现在不是会不会衰退的问题 而是衰退幅度大小的问题 已经开始在衰退 衰退是加剧 还是会小小的衰退 没有小小的衰退 我只能告诉大家 绝对没有小小的衰退 是大大的衰退 好不好 富裕国家呢 走向衰退 很惨 英国来 英国换了首相 上台四十几天换了首相 9月呢 市场研究公司的观点呢 为英国工会呢 民调显示呢 七分之一甚至呢 的节食减少开支 25日呢 民调显示呢 约44个percent被迫减少食物的支出 本来吃三餐 现在吃两餐 可能能减到一餐半 44个percent 贫穷下没有钱吃饭 通过 超过一半人口想办法呢 减少暖气热水或电力的开支 他们借钱哦 再付那个电力开支 真可怕 暖气的开支真可怕 现在能源危机呢 在欧洲遍布 惨到爆为止 好不好 所以呢 英国首相呢 经济等事件呢 十分的愤乱 好 现在英国呢 换了一个印度医的 上台当首相 看能不能有新作为 非常年轻 四十几岁 我想呢 他的崛起呢 看起来 而且他非常有钱 他本身非常有钱 太太 娶一个太太更有钱 所以英国呢 未来呢 动向呢 这个呢 背受大家的注目 美国 英国都是强国 我们来看一下德国 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 9月时呢 通膨年增率达到新高 增加10% 主要是因为能源 以食物价格高涨 所推升 德国10月消费者 物价指数CPI 连增10.4 比英国更严峻 来 德国 多 德国多家权威研究机构呢 曾发布预测 认为德国明年将出现 经济大衰退 所以呢 欧洲呢 经济呢 火车头陷入泥闹当中了 好 大通膨时代来临 意大利10月消费指数呢 CPI是12.8 比德国更严重 西班牙来到7.32 法国呢 来到7.11 匈牙利就不用谈了 20.1 简直是苦不堪言啊 好 荷兰17.1 也是呢 陷入呢 痛苦深渊啊 所以呢 有些欧元国家的通货膨胀上升呢 超过20% 看到没有 包括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全部都超过20% 恐怕接下来还有国家要倒了 来 大通膨时代 人民呢 赶不上呢 物价的涨 每天金金涨金金涨 美国你知道美国的食物多可怕 今天呢 15.7 今天是15.7美金 明天17.8 后天呢 20块 就这样跳耶 你去买哦 你隔两天以后 从15块多到20块 吓死人啊 没有到20块也要到18点多耶 一下涨了几块美金呢 三天涨最少三四块美金 我看到 我看到那些美国的朋友告诉我说 哇那食物长成这样 他们是吓死 还有很多 很多的物品也是一样 真的很令人痛苦 来 涨不停 金融时报报道呢 因为俄罗斯呢 打仗 供欧洲的天然气呢 能源供应商集群替代来源 进一步推升能源的价格 欧洲九月的家用能源呢 价格上涨40.8% 吓死人啊 如果你本来支出100块 现在要140.8% 高于8月份的38.6% 看到没有 更推升 更推高的 食品酒类和烟草也上涨11.8% 好 较8月的10.6%更高 排除能源和食品的核心通胀率 从4.3%上升到4.8% 现在呢 有很多的物品呢 是简直华人问津了 所以为什么今年科技也不会好 是有原因的啦 那换车 这种事情就是大的钱财 那你知道在银行会 影响银行的收益 但是呢 现在银行最大的收益来源 从哪里来呢 你跟银行在借贷 借第二胎 然后呢 去缴电费 他多可怕 去买石油 多可怕 要不然你出不了门啊 你在家会冻死啊 变成这样啊 银行最大的来源呢 变成不是去买房子啊 而是增加贷款啊 美国也一样 欧洲也一样 都在增加贷款做什么 拿来吃饭 拿来生活 拿来 拿来加汽油 拿来呢 装暖器 惨不惨啊 根本都是能源大危机好不好 接下来 升息抗通膨 好 欧洲央行呢 10月27日呢 公布最新货币呢 决政策的决议呢 将三大利率提高75个基点 好 那 为该央行第二次的大幅升息 其中三大利率呢 中的存款率是从0.75升至1.5 1.5啊 等于是double 大家看到 0.75到1.5是double 好 拿来写2009年以来的新高 我们记得吧2008年那个时候呢 美元推向了35.3啊 台币啊 那一次 那一次金融风暴啊 台币兑美元35.3啊 大家还有印象吧 现在呢 已经到了33了 很快了 你不要说他不会到35 我告诉大家 可能会哦 我在之前上上个月 两个月前 我就一直在做这个节目 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小心硬站 真的 好 尽管欧元呢 欧元区经济呢 衰退的可能性呢 正在上升 但欧洲央行预估能进一步升息的对抗通膨 不升息也不行了 因为美国金金涨嘛 你看到美国11月 要涨三马 12月要涨 那他根本呢 都在收割全球啊 所以呢 你说不跟着升息怎么办呢 只好升息啊 对吧 那接下来 最惨的冬天在欧洲 欧洲能源危机不见缓解呢 俄罗斯呢切断天然气引起欧洲冬季供暖难题 然后呢 虽然有美国及挪威等替代能源来解燃眉之急 现在呢包括法国 包括意大利 包括很多国家 我告诉各位 晚上十点熄灯号 你再也看不到路上有灯了 叫你回家滚蛋睡觉 就这样子啊 你看为了节省能源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不对 那学校呢 学校如果是从几点钟开始呢 本来要开灯的可能也就不开了 政府机关也一样 真的 他只好这样节约能源啊 好 所以呢法国总统呢 马克宏多次抨击此事呢 那近期更是直接点名美国 称其天然气势 国内市场与欧洲售价不一 痛批呢双重标准 那当然了 他就是赚你的钱嘛 他不赚你的钱赚谁的钱 你就是缺嘛 你缺你知道跟他买嘛 然后呢他一这个用那个货轮来 一货轮一货轮来 就是赚你欧洲的收割嘛 收割你的钱嘛 要不然要干嘛 要不然要升级干嘛 然后呢他支持打仗干嘛 然后切断能源干嘛 好 好告诉各位 德国已经忍不住了 总理要去拜访中国了 习近平 你知道吗 大家活不下去了 你知道俄罗斯的很多能源 都被中国买完了 只要去拜访了 比较近一点嘛 至少我不用从美国运来嘛 我的运费这么可观啊 吓死啊 好 能源加价 食用的加价 然后呢运费加价 好 这不是等死吗 接下来 暖冬机率 好 比尔盖茲表示呢 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呢 化石燃料的依赖呢 很难立即解除 那警告欧洲呢 将迎来一个可怕的动机 一定会死很多人 你要知道很多很多欧洲人 都是吃的胖胖的 那有没有心血管疾病 肯定会有很多是心血管疾病的 对不对 好 那你知道吗 瘦瘦的人是可能就低血压 像我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 那现在也没有高血压 我现在刚刚好变成风雨了 变胖 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比较能够抵挡寒冬啊 不是吗 是不是 至少身上长肉了嘛 热量也比较高了一点嘛 是不是 所以呢我想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说呢能源价格飙升 有些人呢无法 房屋供暖 那甚至的目前气象预测显示呢 今年不止欧洲 北半球多个国家 暖冬趋力很高 稍微缓解能源压力 好 本来我们十月初的时候 台湾也是一样 稍微冷一点 但最近呢已经到了十一月 我发现呢 这半个多月来呢 天气没有变得很冷 通常到了立冬以后呢 天气都会开始急剧的下降 但是现在我们的暖冬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我想欧洲应该还是稍可缓解啦 但是呢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升息以后 你赚的钱根本不够 你是不是又要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问题呢 大问题呢 很多人缴不起房贷啊 怎么办呢 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台湾也要升息啊 台湾不升息也不行啊 台币是扁啊 好 连进口出口都很难做啊 来接下来 异常的温暖 继今年呢 夏天的极端热浪之后呢 西欧呢 在迎来了异常温暖的秋天 法国海滩呢 游客不减 西班牙呢 预测呢 将创下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十月 好 拉紧气候警报呢 拉响气候警报 那据世界气象组织 最新的报告指出呢 去年全球温室气体呢 排放总量创下历史新高 为全球抗暖行动 蒙上一层阴影 所以呢大自然的反扑 人类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呢 来 接着下来是一个新冠 COVID-19的疫情 随着冬天到来呢 新一波的疫情呢 似乎要在欧洲卷土重来 公会专家警告 疫苗疲劳 以及让人搞不清楚的疫苗种类 还有 可能会降低民众施打最佳级的意愿 现在善宵城上的 还有很多人说不打疫苗 反而是抗体会比较好 打了三四针疫苗说抗体会下降 这搞得大家这真的是 这全球乱成一团了 另外呢 现在还有什么 很多莫名其妙的那个病症 变种病毒又来了 我不讲了吗 农历11月 10月以后一定会有变种病毒 文昌化剂来了 台湾已经有两种社区感染了 新的变种病毒社区感染 昨天我在我的早安你好里面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们再另外做节目吧 那欧洲呢地区呢 新增确诊病例呢 比以前一周增加百分之八个百分之 多项疫情呢指标都上升 好 那疫苗呢 选择白白种令人混乱不堪 捷克抗疫 来 稍早在9月底 捷克首都呢 布拉格的7万人大游行 示威者则高喊呢 反对援助乌克兰 捷克优先 捷克保持军事中立 因为捷克将很多钱跟军事设备呢 捐给乌克兰 乌克兰 当然捷克现在正面临着 也是一个寒冬啊 群众直言对于呢 捷克这样的小的国家呢 他们要俄罗斯的天然气 要和普丁呢 维持生意往来 通货膨胀 让人民苦不堪言 捷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而且人口不多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人都很和善 我觉得欧洲人其实蛮和善的 像我们去法国啦 意大利去玩的时候 都看到他们每天都笑嘻嘻的 就在喝咖啡嘛 就蛮和善的 欧洲人跟美国人跟 一样是 但不同种族 不同人种 就会不同的一个态势 德国抗议 捷克以底呢 德国 德东的几个城市呢 也共有 总数四到五万人 走上街头抗议 要求改 要求政府呢 停止对 恶乌战争的错误政策 其中四个口号 是完全针对性的 他们的 恶子物家暴涨 停战 停止对恶的制裁 以及呢 马上开通 北溪天然气管道 能死啦 大家吓死啊 没有 他们轮不到战争 但问题是会被冻死啊 那更惨啊 惨不惨 当然惨啊 所以呢 世界各国呢 开始呢 集结抗议 不要再抵制俄罗斯了 好 法国也抗议了 巴黎今天 当地时间 在10月16日呢 至少3万人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呢 改善劳工薪资跟工作条件等等 政治炼油厂 员工罢工之际呢 18日呢 发动呢 联合国大罢工 法国社会呢 不凡逐渐酿 连激进左派的领袖 梅南雄呢 以及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呢 安妮埃诺呢 都现身在人群当中 自己都没有办法重活 怎么还要去支援乌克兰的战争呢 这样再下去的话呢 我想呢 世界会改变的 一定会改变的 大家都上街去抗议了 民众受不了 你的政府的政策 搞得民不聊生 大家民众都活不下去了 到底要怎么样呢 来接下来 欧洲多重大打击呢 疫情战争气候能源等等 未来欧洲会如何发展 我先讲一下 2023年 2023年的五黄煞 在欧洲 当然包括 俄罗斯 以及 乌克兰 占了大部分 所以呢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美国一直在 支持乌克兰 欧洲现在所有的民众 群体抗议 希望欧洲的政府 不要再继续呢 去支援战争 叫他们停战 然后呢 德国总理已经忍不住了 最近要去拜访了 中国的习近平 因为俄罗斯切断天然气 他根本没气啊 自己都没气了 气都喘不过来了 活不下去了 他不寻求办法吗 他只好去找中国 所以呢 这个五黄煞 会在欧洲开始蔓延 一定会蔓延开来 你们回去看我的影片 我们可以做 影片回播吗 可以 我再请我们小编 帮大家做一个影片回顾 好不好 做个影片回顾给大家看 我做了一篇 全世界的五黄煞 在哪里 台湾的五黄煞在哪里 我都讲得很清楚 希望呢 我们的民众呢 如果看到我的节目 不管你在英国 在德国 在欧洲 法国 瑞士 瑞典 我那边有很多的粉丝 你们如果看到我的影片 请你转传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 保护好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世界够软 明年2023年会更乱 而且乱的地方更多 好 希望大家好好的 把自己的命固好 有命才能够走下去 对不对 好 战争不可取 我们一定要唾弃战争 台湾更要唾弃战争 谢谢大家 支持老师 请在下面加一 谢谢大家 我们不要战争 台湾要平安 健康 平安的活下去 我们可以打拼没有关系 我现在工作超过十个小时 我都很努力啊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活着有一口气在 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都会跟我一样 对不对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多分享 多分享 多分享 好 按赞一下咯 好不好 然后呢新同学新朋友帮我呢 不要忘记 开启订阅按下小铃铛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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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